這個例子 常常是這樣 重點不是我講什麼 重點是我做什麼 共融式遊具 坦白講第一次是誰跟我講的 許立民 他講共融式遊具聽不懂那什麼東西 後來當然是他跟我們講一講 所以這樣我們開放一個開放的心情 我們有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信念我們的文化 然後符合這個價值的人 他東西就來跟我們講 以前我們公園都是罐頭式遊具 為什麼罐頭式遊具 第一便宜 第二公務員不用負責任 反正這個叫commercial 來就是那個規格 你要知道這個在公園受傷 搞不好他會申請國賠 所以對公務員來講 最好都買這種罐頭式遊具 罐頭式遊具 運動的會不會比較健康 不曉得啦 不過保證頭腦變得比較簡單 他就是很死很那個 一旦改成共融式遊具 你知道 造價變高了 為什麼 因為作為共融式遊具 你要先去訪問當地的居民 你們這裡有什麼特殊的文化 所以像天母運動公園 那個就是有棒球 有球棒的造型 其實我跟你講 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利用國家的力量 也順便輔植台灣設計產業 其實共融式遊具後面有很多理念 第一 我們不強調說 一套 罐頭式遊具 全台北市的 那個遊具場都長得一模一樣 都塑膠做的 我們開始就按照不同地區的特色去做 所以我這樣講說 天母運動公園的 或是那個 那個 那個我覺得昭陽公園 有那個什麼扭扣的 反正都是按照當地的特色去做 所以他開始強調說 我們尊重一個local 地方特色 然後呢 我們用國家的力量 鼓勵這種設計產業 事實上他也代表說 我們尊重智慧財產權 因為設計是要錢的 所以他這個 還有點喔 你看看這個 這個 當時人家說奇怪 柯文哲你不是很節儉嗎 你怎麼會發的 我記得這個做幾十萬 他說 你為了給那個做輪椅的小朋友 去玩一下那個盪鞦韆 你那隨便 要是做那個普通的盪鞦韆 大概五千塊就可以做起來 你為了要給那個做輪椅的小朋友 可以去做這個 花了好幾萬塊去做 也沒有很多人用 其實這是理念 因為你們沒有看過那個 腦性麻痺 做輪椅的去盪鞦韆的樣子 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無所謂 對他的媽媽來講 這不得了 他從來沒有想 還有一點喔 你知道像 你知道這個玩鯦的地方 為什麼要設計成這個樣子嗎 這個讓做輪椅的可以進去 做輪椅怎麼玩鯦 除非做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在學校裡面 做共同式遊具 其實它是一個教育 他告訴那些小朋友說 不是只有正常的小朋友才可以玩 就是那些腦性麻痺的 做輪椅的 或是什麼大家都可以玩 所以是這樣啦 政治你知道 每一個政治你知道 它後面是有價值有理念 台北是全台灣最早推動 共同式遊具的地方 而且它就是用 用政府的力量 一步一步去推 學校的公園 為什麼 因為學校是教育局管的 公園是公園處管的 還有什麼地方 還有那個河濱公園是水利處管的 所以那個統合的理念說 我們認為說公園 不是只有給正常的小朋友玩 是大家都可以玩 從九個月到九十九歲 大家都可以用的地方 它是個理念 共同式遊具 對啦 像這個就是 不論哪個地方 設計的是那種音樂的 所以它是這樣 它尊重智慧財產權 它認為它這個 要給大家一起玩 關懷弱勢 所以共同式遊具 它是後面是有理念的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